非常有可能 是,我们先请张金女士先谈 然后我们再请罗先生谈 张女士您说 我觉得都有可能的 因为政府并不当人民是什么 它需要的时候就生了 因为现在面临着 面临着这个生育 就是将来的中国人口的老龄化 性别不平衡 这些太多的这种事情都在显现出来 那么它可能会 也许会强制 因为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强制过 所以只不过那个时候 大家不是很留意 而且多少年过去了以后 因为又强制不生育 所以就忘了 实际上他们也强制过 那么都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强制 这个后面的开放生育 我觉得有好几个问题 他们需要解决 我们需要得到一个答案 好的